我們有溫馨 上午一行人先來到宗祖殿禮佛 不僅向師長報告在大學時期的求學成果 也帶著歡喜的新唱歌給事工幸運大師 國際佛光會所有的會長 持有法師向他們勉勵開示 希望他們在求學過程中 秉持幸運大師的開山精神 努力學習 大師他發心 為了教育偏佈 這個構地方 他最主要就是希望 每個人都能夠為社會奉獻 為家庭奉獻 為人人來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今天在小年夜之前 回到佛光山來 我們很開心 往後我們要繼續傳承下去 中午來到佛光一滴舉行參會 浦門中學董事長會傳法師 以及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如常法師 也向他們勉勵開示 期許新的一年學習到 集體創作和共生共能的理念 將好瞄著的精神發揚光大 幫助更多社會大眾 那剛才我聽到有時候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已經開始知道集體創作的重要性 我想這個就是把生命成長 那麼生命的過程裡面 真的只有套路的 沒有辦法瞄準很多事情 都是要套重的功能 所以基督大師 基督大師 基督大師 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叫做共生共 完全覺得我們中學真的好棒 因為我們教出來一個太多非常好的好苗子 然後教出來這麼優秀的同學 佛光山推動好苗子人才扶植計畫 已經有八年時間 目前已經在各地就讀大學的佛光好苗子 也在家庭日分享自己的求學心得 場面相當溫馨 有了學生才剛畢業 有了則還在大學唸書 雖然已經各奔西東 許久未見 但仍然無話不談 對於佛光山的用心栽培 他們有話要說 今天就很放鬆 我覺得心情很好 很自在 每次來這邊我都會覺得自己 又可以充滿力量回去學校繼續努力 很開心今天就是 大家都很平安的回來山上然後這邊 希望大家在未來的生活 也可以不要忘記彼此 有需要幫忙的時候都可以互相幫助 然後希望下次再見到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更優秀 然後更棒的 最後好苗子也自證結論品給師父們 下午也在佛陀經典館觀展 享受悠閒時光 留下美好的回憶 也期盼他們帶著感恩的心回山 帶著歡喜的心回家 回向給更多人 引進衛生網上一高雄 超級報導